是名游戏实抗主统神张家航 近日夜一连串的真理言论而饱受批评 事件不仅在网路引发大量讨论 也对其个人商业合作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统神本人的披露 由于言论风波 他先前与12家厂商的合作被取消 损失高达300万元 事情要从两周前开始说起 是月初 统神在评论黄子角的性丑闻事件时 发表了没那么严重 我也想X会成年啊等诗言引起宣伦大波 网路上一片踏跋声 批评统神的言论不当 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 不久后 统神又在台北市一言苗博雅的直播间 与其展开激烈辩论 最终在苗博雅的度化下 统神在脸书上向大众致歉 在接受周遇寇主持的广播节目新闻 放便炮采访时 统神透露一系列争议事件 已经损失了与12家厂商的合作机会 金额高达300万元 他说 后续一些代言合作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5000块损失300万 统神表示 他曾受邀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全弦战斗营 仅获得5000元的出席费用 他强调自己并非任何政党的党员 针对2024年总统大选 统神坦诚支持柯文哲 还强调自己不是柯粉 这方回答引起周遇寇的惊诧 统神在受访中表示 虽然近期不断遭到网络谩骂 但他暂时还无法安心去理发 显见事件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知名实抗主 统神的言论和行为 会直接影响其在游戏圈的丢业和商机 此次事件 无意损害了他的公众形象 对他的事业发展造成沉重打击 统神表示 他将以更谨慎的态度 看待今后的言论和行为 希望能尽快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 充实失去的商业合作机会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